我们的粉色线两骨来进行我们的翻口缝合 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布料对准家里的窗户 或者直接在背面这里 如果大家能看清我们线条的话 我们需要在背面画上辅助线 用于我们缝合作为参考 我们沿着最内圈的线条部分来进行描绘 大家如果这里呢 看不清 大家也可以将我们的绣布贴在我们的窗户上 透过我们的光 就可以看到我们背面的线条部分 我们沿着最内圈的视线进行描绘 感谢观看 另一边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画出我们的辅助线 接下来呢 我们将布料翻转到正面 我们沿着最外圈的线条来进行裁剪 我们沿着最后一边 我们沿着最外圈的线条 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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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我们就将蝴蝶翻过来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用我们的藏针法来缝合我们的翻口位置 我们将针从翻口位置这里出针 接着我们在竖直对应的一面向下入针并向前出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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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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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方是大家要注意一下的 缝制像这一款包裹在里面 我们的翻口位置一定要预留的大一点 否则我们的主体是塞不进去的 这里如果我们要缝制 这款包裹在里面的部分 我们翻口预留的大一点 结尾这里我们要给它进行打结藏线 我们将针线回缝制几针 然后我们再调起一小部分的绣线 将针穿过 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打结就可以了 就给大家重复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如果要缝制分开的 这种款式的话 我们就继续向下分合 我们开始 Midwestern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我们接下来我们下台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我们的翻口位置预留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沿着边缘先裁剪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纱布这里 大家一定要轻一点的去拿它 然后就是边缘这里 大家不要用手去摸它 很容易像这样有我们的毛边 我们在裁剪边缘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先缝和再裁剪的方法 也可以有效的避免 我们边缘起毛边的现象 接着我们就沿着最外圈的实现部分裁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我们的翅膀就裁剪好了 接着我们要从翻口位置里 将我们的翅膀给它翻过来 下方这里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裁剪一个牙扣 注意不要剪到我们的缝和线 这样我们翻过来的话 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有关一些 沙步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轻入地点 一下子就下轻入地点 看一下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跟我们下轻入地点 就是这一面 的一面 在那边 这样呢我们的蝴蝶就翻过来了 大家如果是要像我们这种包裹进去的时候 我们的翻口会相对的大一点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将我们的蝴蝶 直接给它这样塞进去 这里呢我这个已经翻口留的很小了 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翻放进去了 大家就像这样将我们的蝴蝶 给它稍微的折一下 然后呢给它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翻口位置小的话 我们需要拆一些 然后再给它往里放 这里呢就给大家重复演示了 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将我们的主体放进去了以后 我们接着再来缝合我们的翻口位置 这里呢我们要分成两个主体来缝合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来缝合我们的翻口 在缝合之前我们可以先将 这两个放进去的角 我们可以用笔被它顶出来 我们这里没有被它翻出来的地方 可以用家里的笔来辅助 把它翻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继续曲线 然后我们来缝合翻口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藏针法来缝合我们的翻口 我们将针从结尾位置这里向上穿针 线头打结位置 我们可以要将它剪断 这样不会就先向我们整形里关 我们在一面出针 我们要在对面入针 并向前出针 接着我们再将线在对面垂直地方向下入针 并且将针向前出针 这边同样的方法 跟我们蝴蝶翻口 缝合方法相同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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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性感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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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